中秋节将至为了让民间乡的学子能够享用到美味可口的月饼 长顺慈善协会之前特别与民间国校举行爱分享卵中秋捐赠月饼活动 期望借此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今天在民间国校举行的月饼签证 是我们长顺慈善协会爱分享卵中秋系列第三年的活动的最后一场次 那我们今年最远送到台南然后还有嘉义引领最终回到南头 我们总共举行了八个场次总送出去的月饼数量超过2000盒 那民间乡这个地方我们这次是送给八个小学员两个国中 总共是十个学校大概有150一位的小朋友 而此次爱分享卵中秋捐赠月饼活动 民间乡共有十所国中小学受惠 共计151位的学童 捐赠活动是由我们长顺慈善会所发起 跟募集十方大众的爱心 希望在中秋节的前夕 让小朋友都可以吃这个很新鲜的月饼 吃在甜在嘴里 温暖在心里 让他们在中秋节也可以很快乐的享受全家团聚一起吃中秋 看月亮的这个美好的家庭时光 这次的活动总共受惠的是我们民间乡 两所国中八所国小 总共十所中小学的小朋友 151位小朋友受惠 先议员陈翰丽感谢长顺慈善协会的三心意举 募集各界的爱心 前来民间乡进行捐赠 让若是家庭及儿童 能够在中秋节享用到美味可口的月饼 感谢我们长顺慈善协会 今天特地来到我们民间乡 然后来捐赠这些月饼 给我们民间乡一些比较需要帮忙的家庭 因为中秋节吃月饼本来就是既有的习俗 那可是就是在这两年来 这个疫情的关系 那很多比较弱势的家庭 它很多是做服务业的或者参与业的 真的是雪上加霜 所以说在希望说今年这个中秋节 可以让这些小孩子吃到这些好吃的月饼 那感谢我们长盛慈善协会 这样子一路 这样子对小朋友这么的关心 也期望藉由这样的捐赠活动 有更多的三星期业及人士 能够一起来中市 帮助他们将爱心传递下去 让社会更加的温暖 记者邱品俊 敏捷香采访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